各位弟兄姊姊,平安,歡迎來到大曠野遇見神 我們今天多少次講文法書啊?27次講文法書 但是我們今天還是要講第六章 因為我們上次雖然講說,我們可能把第六章結束掉 但是事實上是神不允許,因為我們上次真的是錄了70多分鐘 超過一點時間,超過蠻多的 就是把他第六章有點草草的結束掉,把他錄了 中間因為太冷,所以我就休息了一下 休息一下,碰觸到麥克風的哪裡 所以麥克風最後的20分鐘收音就不太好 所以我們把那個,就沒辦法啦,好的大概30幾分鐘 然後壞的我們勉強用了10分鐘 我想這10分鐘可能弟兄姊妹真的認真聽的話 也是會覺得蠻不舒服的 說沒辦法,我們第二章上次錄影就只能這樣 那這一次既然剪掉了很多,剪掉20多分鐘的東西 我們還是要再講一次羅馬書第六章 那麼第六章其實你們看,經文並不多 只有23節的經文,比起第四章什麼都要少很多 而且在第六章裡面,我們再反覆的講一件事情 就是罪,罪然後跟耶穌基督同死 然後必須要與他同活 與他同定十字架,與他在死的形狀上聯合 然後因為信要跟他在活的形狀上也要聯合 這個就是羅馬書第六章我們講了 講了蠻多的,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我們上次講說我們這個叫復活 可是復活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很重要 復活就是你先要有死才能有活 你沒有死就沒有活 所以這件事情怎麼講呢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捨己 我們要不要捨己啊 上次有一個佛教徒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佛教徒好的,然後說我們捨己 我跟他講說我們就是要捨己啊 耶穌基督說我們要捨己 你放下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你要做我的門徒就必須捨己 放下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所以我們基督教是講捨己的 這是現在的教會講不講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今天的教會我覺得這個 很多地方已經跟保羅、彼得那個時代的教會已經很大的不同了 我們變成一個形式主義至上的一個教會 我們講罪的時候也,尤其到了這個現代啊 尤其到了現代,我們講罪的時候也是輕描淡學 很多事情我們都不知道應該是罪 你不知道你怎麼去悔過呢? 你不知道你怎麼去改變呢? 所以教會的軟弱跟無力 往往就是在羅馬書第六章這裡沒有清楚認識開始的 一個因性稱譽出來,因是沒錯的 我們必須是因性稱譽的 唯有經過這個信,耶穌基督 但這個信不是相信的信 是忠實,是像他 這個faith這個字不是believe 你們大家清楚一件事 我們說的因性稱譽是through faith 這個faith就好像信仰 我們對這個東西有信仰 其實這個東西對這個事情我們是百分之百的 不但是相信,而且要服從 這叫faithful 你有一個很忠心的老公或老婆 You have a faithful spouse 你有一個忠心的配偶 或是你有個faithful,怎麼講? Servant 這就是忠心的 所以faith這個字 本身faith這個字 除了相信之外 還有很大的意義,就是說你要像 那我們基督徒要怎麼像,像什麼呢? 當然是像基督 像基督,那麼基督犯罪嗎? 我們像基督嗎? 我們是說我們像天使嗎? 對,我們像,有的時候不知道天使什麼 但是我們想像中天使都是一個良善的天使 對不對? 而耶穌基督呢? 天卑柔和 耶穌基督良善,非常良善 耶穌基督犯罪嗎? 耶穌基督不犯罪 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要真正要像的這個主 我們要像他 我們不是只相信他 在這個耶穌基督來傳道那個時候 是的,有很多人不相信他 如果你連他都不相信的話 你就不可能去像他 你就不可能忠實於他 所以很多法利善人在第一關就失敗 法利善人在第一關失敗就表示說 你只要過了第一關以後就沒有問題了 這個確實不是這樣 我們不能說我們只要相信 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相信耶穌基督是主 這樣我們就有這個完全的廢物 沒有沒有沒有 你只是相信而已,你只是開始而已 你願意相信他 那麼你就要把你的生命什麼都交給他 你要捨己 揹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主 這個就是真正走上了信仰的道路 因為你真的是信他 而我們今天教會裡呢 我不知道是說是因為大家是求人多 還是求大家都能進來 於是教會有很多很多的教育 我們基督徒現在占地球上能夠多少 你們大概猜不到 如果你以廣義的基督徒來講 中南美中那些拜瑪利亞的 天主教徒、東正教徒這些通通算 當然美國很多人相信耶穌基督 美國照說是有70%相信耶穌基督 可是他們相信什麼呢? 他們相信有這樣一個良善的主 可是他們小時候也許跟爸媽媽去教會 去一陣子時間也不去了 有的時候我們在教會宣傳力度大的時候 聖誕節什麼什麼 然後他們有的時候說話的時候會說 Oh my God! Oh Jesus! 就是這樣 這樣的基督徒 在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幾 但是真正去教會的呢 確實不到百分之十 但是去教會裡面 是不是就是完全的 我所謂講的非神 就是說它是忠實於主的 主說你不可以占樸 不可以做這些事情 可是你知道嗎 報紙上有一個叫占心術 你知道西洋占心術 中國人很迷信什麼生肖啊什麼 但是中國人現在也迷信什麼塔羅牌占心術 在美國如果說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人都是基督徒的話 他們應該不要去看這個占心術這些東西才對 可是你知道占心術在報紙上 卻是很熱門的一頁 如果報紙沒有登占心術 它報紙不好賣 當然我們講是紙媒的時代 現在進入到電子媒體的時候 還是有很多人相信這種事情 相信又有改變 然後不只是說相信占心術這些事情 很多人開始相信別的東西 相信科學 相信什麼 但是你問他說你是不是基督徒 他說我相信耶穌 他就回答一句我相信耶穌 因為他們聽過一件事情叫做陰性稱異 意思是說我只要說了我相信耶穌 那麼我算基督徒 我應該上天堂 那這個事情就是說離真正聖經理所講的這些相信教徒 差得很遠很遠 這是現代人信仰軟弱的一個悲哀 那我相信在我們聽曠野一見神的弟兄姊妹呢 會比外頭的弟兄姊妹好一點 因為我講的道是屬於比較枯燥的 比較深入的 然後比較有時候探討你的心的 像我們講的罪我們就講了很多 但是事實上我講的罪遠遠不夠 這是為什麼上次神不允許我把第六章的結束的道理 你知道我們要從罪裡活過來 我們要把自己放下來 若與基督同死就信不與祂同活 對不對 你要與祂同死 可是你知道啊 我們願意與基督同活啊 我們願意有耶穌基督的生命啊 可是我們不願意死啊 這是今天最大的問題 一個基督徒不願意死的基督徒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 基督徒如果抓住自己的老我 那麼跟聖經上講的 你若是與基督同死 就信不與祂同活 但是你這個死就不能再復活 你不死就表示說你現在都是一樣 我講的這個死並不是說真的生死 而是你知道嗎 我們罪在我們的身上做 這上次講的12章 他說不用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做 如果你不死的話 你對罪死的話 那麼你才能相亦活的 如果今天我們人不能對罪死 因為犯罪有樂趣 這是我們上次所講的 犯罪是有樂趣的嗎 有樂趣 於是我們就會承擔於在這個罪惡的樂趣當中 我們不能死就不能復活 因為你一直要犯罪 一直要犯罪的結果就是說 義也不能在你身上做亡 你還是對死繼續挾子 不是說你今天來到教會 我們信了耶穌基督受了洗 就有一切神奇的改變 改變是很神奇 但是你確實你要做一些事情 就是我們必須要向罪死 然後我們要把自己獻給神 這是第43節 不能再獻給義 做不義的器具 道要從死裡復活 你將自己獻給神 並將肢體做義的器具獻給神 你要做義的器具 什麼叫義的器具 當有一件義要你成就的時候 神要你去成就 你必須要去成就 你就成為祂的器名 這個就是上次我們講的意思 我們今天還是要繼續講第六章 所以我們還是要念一下經文 但我們今天的經文就從15節開始一直念到23節 15節一起開始念到23節 我們今天就把第六章應該可以結束 希望神允許我這樣做 那我們現在就把經文答應上由我為大家來念 羅馬書6章15節 這卻怎麼樣呢 我們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嗎 斷乎不可 許不曉得你們獻上自己做奴仁 順從誰就做誰的奴仁嗎 或做罪的奴仁以至於死 或做順利的奴仁以至誠意 感謝神因你們從前雖然做罪的奴仁 現今卻從心裡順服了所傳給你們道理的模範 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 就做了義的奴仁 十九節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弱就照人的常話對你們說 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竭 不法做奴仁以至於不法 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做奴仁以至於成聖 因為你們做罪奴仁的時候就不被義約束了 你們現今所看為羞恥的事 當日有什麼果子呢 那些事的結局就是死 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 做了神的奴仁 就有成聖的果子 那結局就是永生 因為罪的功架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賜 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阿們 感謝讚美主 那剛才念的經文呢 我們是從十五節開始 我們在恩典之下 我們不在律法之下 但是這個唯有是說我們當我們開始對罪死的時候 你對罪死罪就不能做你的王 你對罪死你就不再需要律法 律法是對付罪的 律法的提出來是對付罪的 所以我們在下一章第七章開始會講更多 律法提出來是對付罪的 我們如果說我們不再需要用這種方法去對付罪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再有律法 耶穌基督有沒有告訴我們 你們實在是不用再守律法 祂沒有明明白白的講 但是祂明明白白的講到說 你們要順服聖 而主在臨別證言給這個門徒們臨別證言的時候 絲毫沒有提到你們要守律法 沒有 祂就說你們我必赤下聖靈 祂會引導你們 就這樣子 所以臨別證言中沒有提到的守律法 那麼門徒們後來在宣傳的時候 甚至在保羅在給外邦人做使徒的時候 他也說了 第一件事你們要不要受割禮 後來在羅馬書裡很清楚講到 我們前面講到割禮毫無公用 所以如果割禮不守的話 其他律法你要再守 就沒有這些問題了 對吧 就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在第十五節講 你們今天既然在這個恩典當中 你不用守律法 但是你可以再犯罪 當然不可 斷乎不可 因為我們今天是做義的奴仆 我們不再是做罪的奴仆 如果你犯罪的話 如果你犯罪的話 很可能又被罪抓回去做奴仆 所以我們今天基督徒是在一個兩難之中 我們希望我們當然是處在恩典當中 我們有了這個恩典以後 我們覺得說 對法不用管我們了 很多基督徒就開始犯罪 這裡所講的所犯之罪 不見得是說 不見得是說真正你去偷啊搶啊騙 偷搶騙是犯罪 可是神所講的罪裡面 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東西 很多很多的東西 包括貪心是大罪 貪心跟敗偶像是一樣的 貪心是大罪 我們人貪不貪心呢 我們人其實都很貪心 那你看 有的時候我們看這個電視節目 羨慕也是一種 如果說我們神要給我們好的生活 我們可不可以享受啊 我們當然可以 可是如果說我們看到別人的生活很好 我們就心生羨慕的話 這就是一種罪 而常常我們看到 因為現在的媒體太發達了 以前是雜誌 雜誌廣告 報紙廣告 現在是 你看什麼YouTube 什麼這些東西 都有廣告 很多廣告就一直跳出來 那你買買買 買買買的方法很多 就是說告訴你看 這個東西多美好 誰在用 用的人他你看 每個人都笑容燦爛的樣子 好像我有這個東西 我就非常的高興 最近我也在迷一個東西 就是加州 美國加州 很多人迷Tesla 然後我們有一個小組 有一個弟兄也買了一個Tesla 他就有一天 我們到一個弟兄家裡 去慈愛宴的時候 我停好車以後 我拿東西下來 因為我要帶東西去的 然後他就從那邊開過來 開過來以後他也不去停車 等我走過去 他就打開車上看著我 說真的 那一剎我真的是 心裡有一個很大的羨慕 因為他的車開過去的時候 說真的沒有聲音 而且我從廣告上看 他的青花板屋頂是多漂亮 我真的是羨慕 他也許也是有意要我來羨慕 這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你自己要對付的事情 你想想讓別人羨慕 人人都想 為什麼我們今天在Facebook 在什麼微信在line裡面 我每天吃一個東西 我都要照張相PO出來 我每次去一個地方去玩 我都想要照張相PO出來 為什麼 我們想要別人羨慕 你看我的生活過得多好 我有吃有喝有玩 這個讓人羨慕 這種心態 是不是一種罪 我們先不要把話講那麼死 但這個心態確實是不好 對吧 然後我們如果看到別人有 我們也很羨慕 然後我們就開始 起了種種的貪心 這個真的起貪心 我就開始想 我如果有這個該多好 怎樣怎樣 然後就想說 最好能多賺錢 最好能在股票上發財 最好能夠怎樣怎樣怎樣 這樣那樣 我們心裡會有這樣的想法 會有這樣的衝動 這是貪婪 看到有的時候 有賺便宜的心裡 我實在沒有辦法想像 耶穌基督會賺人家便宜 然後特別是 現在廣告的 現在廠商也知道 人都喜歡賺便宜 所以我給你一些便宜賺 所以你來買我的東西 這就是成廣告 我們常常說 哎呀廣告 這個東西打折 我就趕快去買 所以 會不會有這種心裡 會 但是我們事實上 我們應該要這樣做嗎 我們應該做廣告的奴隸嗎 我們這裡說 我們不要做罪的奴樸 我們要不要做商品市場奴樸 其實商品市場說穿的是一種罪 任何一種東西把你脫離開神就是一種罪 神會充足供應我們 其實我的車 自己的車也很好 我開的是那個SUBARU 叫做Crosstack 就是那個Crossover的SUV 小SUV 我兩年前是2016年買它的時候 三年前 三年前買它的時候 我蠻開心的 哎呀新車啊 好棒啊 真的啊 但是我現在看人家開電動車 無聲然後反應又很快那種 我會羨慕 可是我的車呢 非常的好啊 完全滿足我的需要啊 我要不要再花錢去買一部 換一部車 還是說我拿這個錢 我要儲蓄起來 我要儲蓄起來 將來要為主做更多的事情 我相信 主給我的看見是說 我還要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必須 我不應該把這個錢花在 完全不需要的地方 滿足我的虛擁心 好 所以啊這個我們今天啊 是不是在這裡面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還是在這裡面 而不自知 這個帽子一直掉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濕氣大 這個帽子很乾的時候 它就比較硬一點 它就會站起來 但這個帽子如果在濕氣很大的話 就掉下來 所以 各位別人沒關係 這個 你們今天不是在看我長得很帥 或長得很漂亮 我們今天就是 很潮潮的樣子 但是這個是保暖 你們這樣看就好 我不去管這個東西 那十七節 你要知道我們是不是真的得救 是不是真的有耶穌基督的靈 耶穌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身上 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可以判斷 因為我們都是重生的基督徒的話 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罪的可怕 實際爺就告訴你們一件什麼事 他說 實際爺說 感謝神因為你們從前雖然做罪的奴仆 現今卻從心裡順服所傳給你們到底的模範 所以 你今天你知道你以前是怎麼樣做罪的奴仆嗎 從前 現今 現今我們從心裡順服所傳給你們我們到底的模範 順服基督 從前我們是做罪的奴仆 現在順服基督 我們 想想看我們自己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說我們從前是在做罪的奴仆 還是說 奇怪我想想看 我從做基督徒前做基督徒後 受洗前受洗後 受洗後這麼多年 生命有沒有這樣的變化 我有沒有真正認識到我以前的罪在哪裡 還是說我以前的罪我就是不認識耶穌基督而已 這個就是大家必須真的去了解一下的事情 如果大家認為我們的罪僅僅是不認識耶穌基督 錯錯錯 我們真的是做罪裏 很多事都在罪裏面 很多事都在罪裏面 我們選老婆、選老公的時候 追求表面膚淺的東西 對吧 我們看到有人有東西的是我們貪心 我們以前做很多事的話 為自己的利益 我今天講出來你們現在想想看是不是如此 還是說我們回過頭來 到了今天我們是不是還是這樣 我們今天做事是為了自己爽、自己開心 自己眼目看著要開心的東西 吃要吃好吃的東西 完全是為自己 還說我們今天生命已經有變化 我們知道生命中除了為自己以外 還有很多事情是我們必須為別人 從前、現在 還有哪裡有講從前跟現在呢 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 就做了義的奴仆 我以你們肉體的軟弱 就是照人的常話去說 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絕不法做奴仆 以至於不法 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做奴仆 以至於成神 又有一個從前現今 以前呢 我們有很多做了一些不絕不法的事情 現在呢 不要做義的事情 不是說不做這些不絕不法的事情就好了 不去做是一個消極的禁止 而今天要去做的是一個積極的做義的奴仆 義叫我們做什麼事 我們就應該做什麼事 你傳道嗎? 你幫助弟兄姊妹嗎? 你常常為弟兄姊妹祷告嗎? 教會裡有禱告會 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是自己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才為我們自己有需要去禱告 我們要為我們弟兄姊妹來禱告 弟兄姊妹有需要我們為他們禱告 這個就是一件事情是神希望我們做的 神希望我們去愛我們的弟兄姊妹 從前做的都是不絕不法的事情 貪亂啦 為自己的好處啦 這個你禱告一直為自己 很多事情都是為自己 為自己的享受 為自己的這個事情 人家惹你生氣 你心裡詛咒他 你不願意幫他禱告 人家惹你怎麼樣 我們就不爽 我們對人有很多真經基督比較 對惡主的信仰 我雖然說沒有去偷沒有去搶 沒有去搶他東西沒有去偷他 但是我們很多事情 我們在心裡有很多的罪類 這些就是真正的罪 你今天如果你重生以後 你就很容易認識到 我們從前為什麼這樣做呢? 我們現在應該不能再這樣做了 而且我們現在要真的開始從事做義的事情 神教我們做的事我們去做 神沒有教我們做的事情了 如果是罪我們不要去做 我們應該有這個認識才對 這個就是文馬書第六章 這個我們上次應該講的 就沒講出來 罪 我們要對罪死 第一個你要認識什麼是罪 你認識了罪以後 你要把你那個罪行 罪心給倒出來 倒空了 如果我們不到空原來舊的東西 你怎麼去裝新的東西呢? 如果你今天去你這個杯子裡 有一杯昨天的咖啡 你不想喝對不對? 那如果你想去換新的咖啡 你怎麼做? 當然是把舊咖啡倒出來 把杯子洗一洗 然後再接新的咖啡 香噴噴的新鮮的咖啡 如果你今天 哎呀這咖啡好可惜啊 這咖啡你看看 如果說覺得這咖啡好可惜啊 怎麼辦? 你捨不得倒它的話 你就不能去裝新的咖啡 這非常簡單的事情 可是如果說是 換成醉的話 因為醉是有享樂的 這個咖啡雖然不好 但是它是裡頭怎麼樣? 如果你今天不把這個醉倒出去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接新的 這我們都知道了 可是我們為什麼 常常又不願意把這些醉倒出去呢? 因為它抓住 咖啡不會抓住 可是醉也會把你抓住 這會告訴你這個享樂很好啊 讓別人羨慕很好啊 之後賺錢哪有不好啊 我們就在這個裡面 而你知道你要去追從義的時候 你要幫助做主的工作 傳教需要錢 教會需要事工 這些事情都需要錢 我們知道我們應該奉獻的 應該要奉獻 可是這個奉獻 如果不拿去奉獻 我可以做很多好玩的事情 我可以去那裡玩 去那裡吃吃喝喝 去那裡怎麼樣 我奉獻了我就不能做這些事情 馬上就掙扎 這現實很現實 這些就是老我 這些就是罪 我告訴你 今天我告訴你們 這些就是罪 罪就把你牢牢的抓住 有貪心 這個有幾件事是非常不好的 做誤會的事 做貪亂的事情 羨慕嫉妒恨 這都是罪 二十節你看看 為什麼我們說 基督徒應該有聖靈 聖靈應該為我們重生 我們重生耶穌基督的生命 但是有很多人受洗到最後 好像他生命不見得改變 為什麼?二十節我們看 你們做罪的奴仆的時候 就不被預約束了 你行不出意來 只要你還是罪的奴仆 你就行不出意來 我們是罪的奴仆 那我們就行不出意來 我們做一個奴仆 那我們就不再被罪所約束 今天你是否真的 能夠斷開那些罪的捆鎖呢? 你唯有斷開罪的捆鎖之後 你才能真正的把義做出來 如果你今天是想了自己的貪圖 自己的享受 貪圖自己比人家好看 貪圖自己好的 我希望比別人好 那麼我就一定的 你一定做不了義的奴仆 就不被義約束了 該奉獻的 該奉獻的 留下來 對不對? 這我們講很多次 你要看到有人需要幫助的 我不想幫助他 這是我辛苦賺了的錢 這都無可厚非 但是事實上 你要知道 你替自己找一個理由的時候 你自己心裡明明白白知道 那是替自己找一個理由 但是我們就是找了 而且我們一旦找到理由 我們就用了 雖然那理由可能是很牽強 所以你觀察你的生命 你有為主的事工作事嗎? 你有為愛人如己做過事情嗎? 你有為愛人如己做過犧牲嗎? 我們沒有愛人如己 我們愛自己遠遠超過別人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也並不是那樣無救的 因為我們在一個過程當中 我今天要把這個事情講出來 給你們知道 我們人都有著人性 我們叫做人性好了 其實人性就是罪性 我們在罪性當中 但是我們知道 當我們知道以後 我們就可以向罪轉開 你呼求主幫助你 主是可以幫助你 聖靈可以幫助你 但是你一定要先的明白 我們現在要把自己眼睛明亮起來 我們就知道什麼是罪 什麼是惡 然後我們知道以後 聖靈就可以好好的幫助我們 我們不再受這個罪的阻擋 因為我們以前很多事情 你現在想想看 你真是 自己不是發覺自己真是很羞恥 自己的心是這麼惡毒 自己心是這麼吝嗇 自己的心是多麼不顧主 配不上主的慈愛 真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不用再強調 不要再舉更多例子 真的 我們每個人自己問問看 如果你今天沒有覺得以前是多麼這樣的話 那對不起各位弟兄姐妹 你還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還在這個深深的掙扎當中 你並沒有透過重生來到這另外一段 重生的基督徒硬是改變的生命 不會再跟救生命一樣 我們要從罪裡得釋放 22節 我們要從罪中得釋放 做了神的儒服 就成聖的果子 這結局就是永生 這個就是主的應許 我們今天 我們說 我們做基督徒為了上天堂 上天堂 我們就以為說 我們只要信了耶穌基督 我們受了喜 一定是上天堂 上天堂意為了永生 你永生就表示說 你現在到這個時候這個樣子 就進到永生裡面去 你能夠帶這些所有的 現在的自己進到永生嗎 不行 這些東西很多不好的 不行的不解的都一定要燒掉 可是我們燒掉這些以後 我們還剩什麼呢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把這些東西都燒掉以後 我們還剩什麼 我們如果 除了最被我們控制的地方 我們都燒掉以後 我們還有剩什麼 我們有多少異心 有多少愛心 有多少想要幫助人 是的 這個罪很難控制 很難完全斷絕 這我也明白 我也是 但我現在深深知道 我以前做了很多事情 我以前的心就是很羞恥 那麼這些東西還是偶爾會來攻擊我們 很難斷絕 但是最後的時候我們進去 我們最後會有火顯現 會把這些東西燒掉 只要不是說你所有生命都建築在那上面的話 你的生命就不會被燒進 可是好了 你有什麼可以剩下來的呢 我們是在耶穌基督的盤石上建造的 我們建造出了什麼 這工程是要等於保留才行 你今天對人有愛心嗎 你今天有奉族的名去宣揚耶穌基督嗎 你是宣揚耶穌基督多嗎 他還是說你想要去賺錢多嗎 你知道今天我們去賺錢 就變得把自己變得好看 把自己變得人人羨慕 這些東西都要過去 這世上的情意都要過去 唯獨怎樣 遵行神子命的人永遠強促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抓緊這些都要過去的東西 我們就沒有什麼可以進入永生當中 很少很少 我們講過在進入天國 不是每個人都一般大小的 不是每個人都是一個人的形狀 完整的靈 不是的 我們是以建築的方式 被建起來的生命進入到天國裡面去 如果你的生命很少很少被建起來的東西 那你能夠進入天國 得到永生的部分就很少很少 如果你今天建築很大很大的東西 不一定是說實質上看得到 不是說這個教會事工什麼 不是 你今天有多麼的遵從主的子命去做事情 你做義的奴仆 你今天對人有多少的愛心 這些都是你建起來的東西 有信、望、愛是長存的 你建起來這三樣東西 這都就是你這樣來進入天國的資本 你那些罪來攻擊你、罪來纏繞你 那些東西都要被燒去 不講別的 你今天說我要去買個保養霜、神奇什麼那些東西 維持著自己皮相很美麗 很多姐妹都喜歡做這些事情 我告訴你那些東西都要過去 我不要等到你死亡 你三十、四十、五十、六十 這都過去了嘛 能夠不過去嗎?不行 你讓人家羨慕嗎? 你到六十歲還要讓二、三十歲的小年輕小姑娘羨慕嗎? 這不可能的事情嘛 你羨慕他們哪 這些東西都要過去 我們真正所要追求的什麼? 那結局 是永生 罪的工架乃是死 任何一切事情都是最後就是消失 這些罪啊 這些不好的都要消失 我有神的恩賜 在我們主耶穌基督乃是永生 這就告訴我們 真正我們應該 追求的是什麼? 我們今天應該繼續追求 世上、地上 這些膚淺的榮耀跟羨慕 金錢 金錢也會過去啊 八歲之後金錢還有什麼用呢? 生命沒有的時候 使金錢都沒有用 所以我們要未來一世做準備啊 但你今天如果說建造了很多的生命的話 這就是你的將來的榮耀 這是你的現在的建造 如果你今天愛心幫助了很多人的話 這也是你所建立的東西 而不是以前 我以前很傻 喜歡開跑車 對不對? 開跑車 然後呢 喜歡弄一些這個 我的紀錄 我的開賽車最快可以開多少 我跑山 我體能多少馬拉雙可以跑多少分鐘 我們常常會講這些東西 這是我的紀錄 可是我跟你講 我跑馬拉雙紀錄已經離我而去 我現在再也跑不了那麼快 都只是一個這個而已 我看了幾個朋友 他已經很厲害 以前可以跑多少分鐘 他曾經在Facebook上常常可以誇耀這些事情 他還參加什麼 不像我們這種只是個跑馬拉雙而已 他跑50公里 80幾公里 100公里 100公里 160公里 有這麼厲害的人 有啊 這個很值得誇耀對不對 你貼在Facebook上 你說你這樣 就是很厲害 可是呢 幾年過去 你巔峰只能在那邊停留一陣子 然後之後就要過去 這些東西都要過去 或者有個姊妹很漂亮很漂亮 如果說他擺個那個Pause 把那個長腿露出來什麼 拍照片 哎呀 多少人迷倒啊 可是這些東西呢 你都會過去的 今天你讓人家羨慕 你的粉絲增加 如果你是因為這種東西 都會過去 那個不能帶進永生裡面去 唯有順服聖靈 長出生命 那才是真正的 那才能進到永生 而我們是要做基督徒應該是要追求這一個 而不是在追求最終的享受 最終的享受都要過去 所以這很多事情要值得我們思考 我們要想想看到底哪些是值得我們追求 哪些是值得我們追求 真正值得追求 哪些是這個東西怎麼追求最後都會過去 你必須要放棄 我們必須想清楚 我們做基督徒啊 說真的 就是你把羅馬書第五、第六章啊 想得清清楚楚 那你就真正可以準備好做基督徒 真的 如果我們不認識罪 如果我們不認識這些事情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 很難 有些人可以頓悟 但是很多人不能頓悟 不能頓悟的話 就不行嗎? 我們就教導你們 我們提醒你們 人是需要提醒的 有的時候是聖靈來提醒的 有的時候是藉著道提醒的 但是守律法也不是 守律法也是要過去的 律法是有一定的功效 律法是一種對我們的提醒 可是我們最後是能不能進入永生 並不是真的靠律法 是的,你把律法守全的話 你是完全人 你律法可以對付罪 律法出現的目的就是要對付罪 把罪給擋住 你按照律法行你就不會做犯罪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很厲害 因為罪是很厲害 罪是一個活物 它可以反過來 利用律法的一些事情 律法的提醒來變成引誘你我們犯罪 這就是我們下面要講的第七章 所以靠律法能不能對付罪 在一個程度上來講是可以的 它可以告訴你這些不應該做什麼事情 告訴你罪是像那樣子 神要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律法是有在防止犯罪上是有功能的 但是律法並不完全 很多事律法是讓我們沒有辦法做到的 而且到後來律法反而會被罪所利用 律法也要求我們放下一些自己的東西 是不是 律法 如果你去看摩西律法 很多事情 當你不能做的時候你放下一些自由 當你要送出去什麼東西的時候 要交出來什麼多少東西 十一奉獻的時候 你是要放下一些 這就是律法 但是呢 真正我們要真正明白的 還是羅馬書第六章所講的 我們要對罪死 我們要自己向罪死 把那些不好的東西倒空 然後求神的聖靈來幫助我們 以前只有律法沒有四下聖靈的職代 他們確實是很難 我們今天既然有聖靈來帶領我們 我們只要對罪斷開 我們斷開我們的罪就行了 後面的事情 求聖靈來幫助我們 帶領我們 我們就可以在神的恩典中 真正享受神恩典的結局 那就是永生 我們今天這個時間也許不是說完全很完美50分鐘 但是因為補足上次所講的不足的地方 我們今天就等於是把第六章也結束掉 那麼感謝各位弟兄姐妹耐心的聽我講這些 然而我認為 我們今天所講的不是浪費各位弟兄姐妹的時間 如果今天大家真的認識罪 你就想想看 好好思想這件事情 我們到底是否還在罪的控制底下 是否還在罪當中 而不自知 當你醒來以後 你立志 我們要斷開罪的困索 我們就能夠活出一個新的不一樣的生命 好我們今天講到就要在這邊 但願我主耶穌基督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愛 聖靈的交通與感動 常與眾人同在 從今直到永永遠 感謝主讚美主 也上帝赐福你們 我們下周再見 那今天呢 大家看喔 有一點點陽光 可是非常冷 我冷到快要不行了 這又是一個新地方 那還是一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附近的風景 有一點點燈 是很高興的 所以有很多時間 我停止 要吃 種很高興的 你 我 不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